我们接着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 说起口琴呢 那是陪伴着很多中老年观众走过年轻岁月的乐器 而在昨天晚上 想与世界的以色列阿德勒家族口琴三重奏 首次到访中国大陆 在上海音乐厅呈现了口琴家族的50周年巡演 吸引了互上众多口琴爱好者 音乐会在一曲高难度的罗信尼·威廉·托尔续曲中拉开弹幕 有趣的是阿德勒家族的三位成员 手握的口琴和我们常见的口琴似乎大相径庭 中间的美女演色家使用的是半音音阶口琴 担任主音 长达半米的是和弦口琴 提供音乐陪衬 两层造型的则是低音口琴 三把古老的口琴乐器 在他们的精妙吹奏下 做成了奇妙的和音 将中外名曲一一呈现 乐团还为昨晚的演出 特别奉献了中国曲目 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 《珠珠河边》 熟悉的旋律 怀旧的情绪从口琴声中悠然展开 掀起了音乐会的高潮 在剧场外 二十多把造型各异的口琴汇聚一堂 也引来了众多观众驻足回味